蒙古究竟在打什么算盘? 宣布将全面恢复,已经废弃了几十年的传统蒙古文字。 根据蒙古政府的消息,他们将于2025年开始全面恢复传统蒙古文的使用。 事实上,蒙古的政府办公和新文等将在2024年新蒙文和传统蒙文一起使用了。 给不怎么熟悉历史的朋友,简单介绍一下新蒙文的由来。 众所周知,蒙古和内蒙古是同一个老祖宗出来的。 蒙古国的土地在历史上也属于中国的领土。 可后来到清末民国时期,我国国力衰弱,政府腐败不堪。 在苏联的干涉下,蒙古最终脱离并独立建国。 为了彻底和中国划清界限与苏联搞好关系,蒙古宣布废弃传统的回弧蒙古文, 在苏联斯拉夫字母的基础上创造新蒙文,也就是今天蒙古国通用的西利尔蒙古文。 当时,蒙古是强制民众使用新蒙文,政府公务员的录用条件之一, 就是要使用新蒙文,不然不予录用。 就这样,通过几十年的强制推行,新蒙文渐渐成为了蒙古国的官方文字。 蒙古国将恢复传统蒙文,与内蒙实现语言相通。 当年,蒙古为了拉近和苏联的关系,不惜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字, 还用俄式西利尔字母创造新蒙文。 也正是因为蒙古放弃传统蒙文,和同宗同源的内蒙古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上的差异。 蒙古的目的也很明显了,抛弃传统和中国划清界限,投入苏联怀抱。 可如今,蒙古又表示将在2025年全面恢复传统蒙文,这样一改就能拉近和内蒙的关系。 通过恢复传统蒙文,加强和内蒙古的联系,蒙古其实就是为了自己。 蒙古国资源丰富,但基础建设太差,公路、铁路、机场和港口样样都缺。 尤其是港口,一直都是蒙古梦寐以求的东西。 这不,此前蒙古的高官还专门跑到天津,为的就是和我们谈合作, 租用50年天津港。 毕竟没有港口,蒙古的资源运不出去,经济就难以发展。 只不过,咱们对于蒙古租借港口的要求不置可否。 目前,并没有官方消息说,我们打算把天津港租借给蒙古。 蒙古国宣布将全面恢复传统蒙文,真的是为了同化内蒙吗? 有人说,蒙古在废弃了几十年传统蒙文后,又突然宣布要全面恢复, 居心不良,对我国内蒙有想法。 其实这种说法,就有点无稽之谈了,以蒙古现在的情况,都已经快自身难保。 哪还有能力惦记别人的土地? 他们恢复传统蒙文,更多的是为了拉近和中国的关系,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。 比如他们的资源出口,要经过中国,搞好关系后,通行更方便。 还有我国制造业发达,像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等轻工业产品,正好是蒙古国内比较缺乏的。 另外就是,我国市场消费广阔,如果能搭上中国市场的快车,畜牧业发达的蒙古,就不愁自己的牛羊肉梅销路。 而我国离蒙古最近的地方,是内蒙古自治区。 一旦蒙古国的语言转换成功以后,他们和内蒙之间的联系会变得紧密,贸易往来更容易,也更频繁。 随之而来的,就是在经济贸易领域和我国的关系越来越近,便更有助于蒙古自身的发展。